目前造船业的市场行情已经进入到新一轮的上升周期 船企订单饱满 船价也在不断上涨 那么未来市场走势又将如何呢 我们接着来看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随着航运需求增多 船队老化更新 能源新规等因素的推动 船东们在今年持续下单 多位船企负责人表示 造船市场呈现出供不应求的状态 那么新的船舶订单抛出来以后 如果想取得这个实际造船的订单 那么相应的价格会有一定的上浮 所以目前的这个船舶市场 还是以造船厂的一个工方为主 企业的经营人员表示 造船市场供不应求的局面 在短期内难以改变 所以今年在与下游船东进行买卖谈判时 大家的心理预期普遍提升不少 当前对比23年同期 我们个人对于新订单的毛利率水平的期待 大概就有一个3到4个百分点的提升 另外一方面是订单的批量化特征 特别明显 为生产接班的连续性提供了保障 截至2024年3月1号 克拉克森新造船价格指数 报收181.45点 与上年同期相比上涨10.4% 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数据显示 2023年全国规模以上船舶工业企业 实现主营业务收入6237亿元 同比增长20.0% 实现利润总额259亿元 同比增长131.7%